相结合的流线模式 高架后车上进下出的方式 通过采用桥件合一 大跨度织状支撑空间曲面钢结构 来实现武汉站特殊造型要求 武汉站选址于武汉市洪山区阳春湖附近 车站建筑总面积为35.2万平方米 总用地面积为30.7平方公顷 设客运专线朴素两个车站 整个武汉站由地下结构 桥梁结构 站房结构 以及附属结构组成 武汉站钢结构主要包括 中央站房结构 谈竹拱半拱网翘结构 雨棚结构 谈半拱协力柱横架结构 楼面结构 谈10.25米 18.8米 25.0米夹层结构 步道结构 站台梁 高架旅客平台 东西基本站台 以及近战雨棚 等其他附属结构 中央站房主拱 分布在A C F J M轴上 间距分别为64.5米 当拱最大跨度 116米 最大拱顶中心标高 58.157米 主拱由拱角柱缸处的椭圆截面 通过过度段变化为圆形截面 拱上有树枝状V型锥管支撑 用于支撑纵横管横架形成的网翘屋盖结构 屋盖管横架在树向和上弦平面内设有柔性钢拉杆 钢拉杆通过穿芯节点板与横架咸杆相连 拱顶上方三平横架内采用刚性副杆 中央站房屋盖最大投影面积为307.813米乘184.00米 纵横横架将屋盖结构划分为58乘33个单元网格 单元网格尺寸为5.375米乘6米 纵向横架为平面横架 单品横向横架在投影面内呈弧状 高度在0.619米到9.878米范围内呈波浪状变化 宇棚结构分布在中央站房南北两侧的三到七轴线内 每侧四片平行固执 宇棚由半拱微型称半拱协力柱纵横广横架组成 半拱及协力柱分布在A、C、F、J、M轴上 间距分别为64.5米 半拱跨度为36米 半拱顶中心标高28.950米 半拱及协力柱截面为圆形辨截面 半拱上有树枝状微型锥管支撑 用于支撑纵横广横架形成的网窍屋盖结构 横架结构形式同中央站房 单片与棚投影面积为289.563米乘40米 纵横横架将屋盖结构划分为56乘7个单元网格 单元网格尺寸为5.375米乘6米 横架高度在0.525米到7.856米范围内呈波浪状变化 楼面结构呈回次形不止于中央站房内 主要由主扮拱、电梯井架、钢管柱等作为数项支撑体系 采用压形钢板组合楼板 根据武汉站总体师组安排 进行钢结构安装时 2到5轴的桥梁均已施工完毕 现场通行受已施工桥梁影响较大 且地铁已施工至BM轴附近 为满足2N至2S轴间基础的施工 必至L区范围内 场地需要进行基坑大开挖 部分位置基坑深达13米 其形成了一个中间低两端高的施工场地 给吊装设备运行 胎价华仪带来了诸多不便 受桥梁间静宽及底部标高限制 大型运输及吊装设备无法通行 因桥梁上施工贺载严格受限 导致吊装设备无法登桥吊装施工 综合考虑武汉站建筑造型、结构形式 以及现场施工环境 你采用大型滑移胎架高空原位安装法进行施工 即在结构原位下方分区搭设大型滑移胎架支撑体系 通过行走式塔调将结构部件调至高空组队安装 结构单元片区形成整体稳定后 胎架滑移至下一区间施工 现场选择八台大型行走式塔调 分别布置在C分之一、F分之一、K分之一轴的南北